欢迎大家来到YouTube家庭频道 我是三个幼宝的老爸 幼爸 因为是连续假期 所以今天我们有特别来宾一起参加这期影片 欢迎大哥悠悠 哈喽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陈悠悠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里面有 刚起 这件故事 是不是看不出来的 大家都可以来看 好 过了一个礼拜 这周是连续假期 刚好有机会来跟我的DS723 Plus 好好认识认识 先聊聊设定上的改变 我把两颗硬碟从JBOD改成RAID 1 这个阶段花费我超多时间 因为JBOD并不可以直接转换成RAID 1 所以这边要提醒大家 绝对不要组JBOD哦 如果还不确定要组哪种RAID 至少一定要将两颗硬碟先各自设定为BASIC 这样若要组RAID 1 再将BASIC转成RAID 1 而RAID 1 可以再转成更实用的RAID 5 RAID 6等等 当然 不听原厂言 吃亏在眼前 原厂的建议是选SHR 的确是有道理 因为在容量上 速度上 还有安全性上 还有硬碟容量的弹性上 SHR都与RAID 5 相等或是更优秀 所以JBOD用彩雷的经验告诉大家 既然买了Synology 那就用SHR吧 那如果选错了怎么办呢 这时候 二倍的朋友要比较麻烦一点哦 我们先把A碟的共用资料夹的档案 通通移到B碟 再把B碟的储存极区删除 删除之后 就可以把A碟改成SHR1 再把B碟的共用资料夹 通通扳回A碟 最后 把B碟的储存极区删除 然后两颗硬碟组成SHR1 这样就可以完成储存极区的转换哦 不过 这讲的时候真的很容易 翻档案的时候真的超刷的 就怕资料不见 然后又等爆炸久了 接着就开始今天的主题 iSCSI iSCSI是一个20年前开始有的技术 这个技术用来连接电脑和存储器 就像我们家的电脑 需要一颗硬碟来储存照片和影片一样 让我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比喻来解释iSCSI吧 你可以想象iSCSI就像是一个魔法水管 它可以帮助电脑和硬碟进行魔法传输 就像魔法师一样 当你需要把资料从电脑传送到硬碟 你只需要让资料进入魔法水管 然后它就会像魔法一样传输到硬碟里面 这样你就可以把资料储存在硬碟里面哦 随时都可以从硬碟读取出来 又把强烈建议大家的PC 多多使用iSCSI连进NAS SMB则是辅助用途 虽然SMB的设定速度飞快 但若是连接失效 要删除没有办法使用右键删除 也没有办法中断 不小心点到还会当机许久 而且又把在使用Premiere Pro的时候 无法直接把存在NAS的素材库 直接在Premiere Pro中打开 还要另外拉出来 一点都不方便 还有 iSCSI也可以设定成Steam的游戏安装目录哦 这样就可以把所有Steam的经典游戏 通通载下来存到NAS中 不需要担心系统重灌 但是目前右霸的驱网配置 不建议这样做 因为1G的频宽 跑游戏的时候读图的速度 还是会输给传统的HDD 一般来说 现在的HDD硬碟 读写的速度约是200MB Mbps左右 SSD硬碟则是轻轻松松 就可以上到500MBps 更别说M.2 轻松上到两三千MBps的恐怖读写速度 所以 除非可以直接升级成10G的内网 并且也要NAS的快取来支援读写 整套建置下来 如果你是单人使用 那还不如买个SSD对吧 不过 若你像右霸一样 会有全家一起打电动的机会 那可以考虑升级成2.5Gb的内网 搭配iSCASIA 除了可以统一管理保存游戏之外 2.5G 有着约300MBps的传输速度 对小孩玩游戏来说还算够用之外 若各自拍完游戏影片 回传至NAS也不会花太多时间 如果各位有在载BT的朋友 载完后回传到NAS的时间也会减少50%左右 算是CP值爆表哦 讲着讲着 我好想也马上来升级了 需要使用iSCASIA 我们需要到我们的NAS配置RUN 想象一下 你有一个巨大的玩具箱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玩具 有时候 你想找到某个特定的玩具 但是啊 如果你不知道它在哪里 你就很难找到它 现在 我们可以把这个玩具箱 以做成一个存储器的设备 而每一个玩具 就是RUN 透过iSCASIA 我们可以把存储器设备划分成不同的RUN 就像在玩具箱中放置不同的玩具 在不同的区域里 当你想玩特定的玩具的时候 你只需要打开玩具箱 找到那个特定的区域 就可以找到你要的玩具了 在iSCASIA中 当一个主机想要存取特定的区域时 它只需要对应的RUN的号码 就可以直接存取该RUN中的资料了 有有 还在吗 还在 知道爸爸在说什么吗 没关系 我们直接去电脑前面设定一次吧 打开放大镜 搜寻Send Send Manager 然后选择确定 点选下方 新增论 取论的名称 大概是整个设定里面最难的 还好 我们不必急着决定 待会儿还可以再修改 总容量要记得 以后只能再增加 不能变少 所以我们先给个500GB 来应付当素材硬碟的需求 如果之后更新到 2.5G的内网 缓输速度 应该就可以用在游戏上 我们啊 就可以把游戏安装在RUN中 点选下一步 将RUN交给Sendology管理 这个RUN我们是家庭使用 没有那么多限制 限制太多 反而会造成自己的困扰 点选准取所有 点选下一步 确认设定 直接点选完成 我们就设置好一个RUN 从编辑 可以再改RUN的名称 选择总览 确认一切正常 接着我们回到WIN时 搜寻iSCSI 打开iSCSI启动器 选试 目标 我们填入NAS的区网 IP位置 我的是192.168.0.137 点选快速连线 需要等待差不多两分钟左右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RUN 所以系统就直接连线了 显示登录成功 这边已经完成9x9了 我们回到NAS中 确认Target为已连线 接下来回到磁碟机 咦?没有看到新增的RUN 不用紧张 因为我们还没有初始化硬碟 在放大镜里搜寻 电脑管理 磁碟管理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RUN 最后将我们的RUN配置空间 并且格式化 就完成了 赶快拉个140GB的多档案 试试看档案传输速度 哇塞 这什么速度啊 原来只是错觉 1GB的评观很稳 吃好吃满 看来万事俱备 只缺升级2.5G了 各位朋友看到这边 请给我一个赞和订阅 让我知道有多少人 想看Synology的10G网卡开箱吧 打开Premiere Pro 很好 也可以直接看到素材硬碟了 只是这个速度嘛 体感上的确比SSD慢很多 最后我来总结 iSCSI在进阶的使用上 的确比SNB要支援的更多 但是啊 也体会到 若区域网络的规格没有提升 那实际应用上 还是会觉得不够方便 如果升级到2.5G 至少效能会比传统的 HDD机械硬碟 快上50% 这样会更为实用 当然如果能上10G是最好 但是目前10GB的建置成本 还是不够亲民 所以2.5G算是折中的方案 以上是这期心得 我是又爸 我是又又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我们也还有小彩蛋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